薪水不涨这不是应该是政府的问题吗 过去20年也有国民党执政的时候 也有民进党执政的时候 现在看起来民进党执政 还比国民党执政的时间更长 那难道这个经济部部长讲的是 过去20年来政府都没有办法 把我们国内国人的薪水来做一个努力吗 经济部长应该也要告诉我们 到底现在水费的一个状况为何 我们支出的成本 以及我们现在所拥有的水源 以及我们后续应该要有多少的水费 才是合理的计价 还有最重要的是 如果说你真的应该要调涨水费的话 那能不能确保国人未来 不会再面临缺水的问题 就像之前我们说过 电费要调涨 如果说你一方面又没有办法保证缺电 与否不行 那一方面又要调涨这个电费 那不就是会让国人觉得说 这样的一个政府 确实没有办法符合 以及满足国人的需求吗